痛苦是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无法避免或者移除 有时候我们接受痛苦 只会令我们的痛苦加剧 为什么一个人会沉迷走、读 甚至是赌博 我们这些叫逃避行为 因为一个人去做这些事 往往就是逃避 或者避免接触自己内心的痛处 当然我们说要学会接受痛苦 学会接受不等于我们要认同 自己有这个问题 或者也不代表我们要痛 我们的一些不开心 或者是痛苦去妥协 人生始终都会经历过大大小小的痛 有时候是会带给我们很强烈的情绪 比如有些朋友因为太痛 他们真的会出现一些冲动的行为 你要介手 或者真的有一些自小的想法 所以一年多集我就会分享 我们怎样去处理一些痛苦难耐的感觉 今天我就会分享一个叫Tip的技巧 透过改善我们身体的情况 令到我们的情绪冷静下来 T,Tip是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说是Temperature Temperature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透过改变身体的温度 去改善自己的情绪 当你真的有时候 会有一种痛苦难耐的感觉的时候 尝试忍住你的呼吸 将自己的发现浸到冷水里面 大约30秒左右 我们这个叫做潜水反应 意思是说当你潜水的时候 血液就会重新奔向你的大脑 这个效应令到我们整个人可以松弛 大家可以适合 另外一个I I是什么呢? 就是Intensive Exercise 我们可以尝试做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 例如跑步、急步行、打球等等 因为当我们有一些痛苦的感觉的时候 其实这种都是一种能量 Energy 积聚了在这里 其实我们也很辛苦 所以透过一些激烈的运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将潜藏了 或者储存在身体里的一些能量 激发了出来 当我们激发了出来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就可以平静了 第三 就是P P for what? 我们叫做Paced Breathing 就是调节呼吸 其实在其他节目里面 我们也说过 我们可以透过呼吸 去调节自己的情绪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自律神经系统有关 我说一点 自律神经系统 我们分为副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系统 这两者是什么呢? 交感神经系统 就是说当我们如果紧张的时候 或者遇到一些压力的时候 这个系统就会发挥作用 令到我们的心跳很快 流汗等等 令到我们的紧张 其实有它的效用 就是因为要将多些氧气 去带到我们身体不同的部位里面 去帮我们应付眼前的一些困难 而副交感神经就是相反 就是帮助我们调节我们的情绪 帮我们放松 就好像一个车的刹车制 当我们的深呼吸 特别是呼气的时候 可以帮我们调节到 我们的副交感神经 所以我们为何说 当我们呼吸的时候 尝试了一些腹式呼吸 而你的呼气是要比吸气 比如说当你吸气可能是三四秒的时候 你的呼气就要六秒 这个就可以调整到我们的智律神经系统 记住 呼吸是少数被人可以控制的智律神经 智律 当深呼吸的时候 就可以体动我们的苦交感神经 令到我们可以平和下来 当然我们经常都说 有没有用的一些方法 记住一点 有方法做好过没有方法 而且这些方法都是要使得多 并不是一词就可以了 希望大家可以尝试去练习一下 我们在下一节 就会继续讲一下 如何去透过一些其他方法 去帮助我们去处理一些痛苦难过的感觉 下集见 拜拜